桃林鐵路其實本來叫林寇直線 民國94年的時候 朱市長擔任桃園縣長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提供地方的一個客運服務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特別商請台電這邊的協助 我們把這條線在早晚再提供一般客運的服務 這裡我相信也是很多讀桃園高中的畢業的同學們的一個長久的回憶 從94年到現在 我今天來的時候 抱歉我的確晚了一點 不過我今天特別帶了一個我們的同仁來 我今天帶我們吳專偉 吳專偉還在嗎 吳專偉 我們吳專偉有一個 抱歉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民國94年的時候 辦理桃園鐵路的這個客運的時候 是我們吳專偉 當時他辦的 我還記得 我還有一個 他當時他做的那個模型的那個列車 還記得 有一個模型的列車 那也就是說 桃林鐵路 我們是真的是很感謝台電公司 這麼40多年來的一個服務 當然剛才淑君阿姨也提到說 這個有保有變 但是我必須要講 所有同仁的一個 長久以來的一個服務 我們感激在心 那當然我們也利用這一個